就算大家存在著某些未解決到的相處問題 都會想試一試結婚先見步行步 事實上你要知道的就是 婚姻是不會解決任何的相處問題 歡迎各位遠有收看 我是你的愛情遠長李鑽 今天想和你分享的主題就是 究竟我是怎樣看結婚這回事呢? 我相信每個女生去到某一個年紀的時候 都會認真地想找一個玩夠、傻夠、想安定的人在一起 但當你望望環繞著你身邊的朋友的話 你會發現一些情侶你會覺得好像他們會一生一世 但可能結婚了沒多久之後 一瞬間就會突然間改變了所有 難道結婚真的這麼脆弱的一回事? 事實上只不過是 大部分人都未了解到結婚是什麼的一回事 就隨便去了結婚 今天了 自小就看婚三四天視的離轉 就會為你拆架 究竟婚姻是怎樣的一回事 Let's go 第一 婚姻只不過是難度增加了的愛情遊戲 很多人往往以為 結婚就是Happy Ending 就是愛情裏面的終點 就是和故事裏面的最後一句 兩個人從此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發神經 但其實婚姻從來是不代表幸福 只是代表另一個難度更高的愛情遊戲的開始 因為在結婚之前的生活 愛情的感覺和一些日常的照顧就是一切 基本上大家只要有足夠的感覺 而且又做到互相關心 例如你不舒服我陪你去看醫生 你不開心我會安慰你和給一個擁抱你 但是結婚之後這些東西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往往就不是最重要 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婚姻大部分都不是愛情而活 而是為生活而生活 所以 再多的甜言蜜語 海誓三文 都可能抵消不了你 昨天又忘記多的生活 真是很現實的 第二 婚姻是不會解決到問題 只會製造更多的挑戰 有些人見男朋友很花心 就以為拿婚姻去綁住她的話 畫了個地盤 之後她就會修心養成 你不要過來啊 你不要啊 又或者有些人見到大家一起的一段時間 都是時候結婚了 就算大家存在著某一些 未解決到的相處問題 都會想試一試結婚先見步行步 事實上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婚姻是不會解決任何的相處問題 但相反 她就會在你原本的問題之上 再加一些生活壓力 財政壓力 你們朝夕相對面對的相處挑戰 所以如果你們結婚之前 做了一些相處問題 還未解決的話 你結婚之後 只會把這些問題再度放大 第三 就算結婚了之後 人都會改變 結婚和談戀愛之間的分別在哪裡呢 就是大家需要 價值觀 生活理念 未來的方向 要是非常接近 這樣才可以長久在一起 但是時間在演變 人都會一直演變 有時候兩個人之間的想法 最初可能是一樣的 但隨著他們的歲月和熱力不同了之後 大家都會跟著改變 如果大家溝通不足 沒有一起調整的步伐的話 就會變得方向和速度不一致 不用多久 可能一至兩年 已經足夠讓兩個人 變成一個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無話可說 甚至乎好像變成軟偶一樣 經常因為各種大事小事 而吵架 嗯? 第四 變質的婚姻 可以繼續走下去 但非常痛苦 雖然兩個變得無話可說 不再相愛的人 究竟可不可以在一起呢? 可以的 有些人可能因為 小孩 道義 又或者 金錢的關係 繼續連繫在一起 但當兩個人 因為這樣而卡在婚姻裡面 只會變成軟偶 有時候 連望遠眼都覺得很煩 有些人可能接受到 沒有愛情的婚姻 各有各玩 但有些人未必可以的 關鍵就是你們屬於哪一種人 以上就是一些我對婚姻的看法 和這麼多年來 遠遠令我明白的事情 那或者你會問 是不是婚姻真的這麼紅水難受呢? 不是的 但你需要遵守以下這些原則 第一 解決好相處的問題才好結婚 不要用結婚來解決相處的問題 第二 結婚之後都要經常溝通 哪怕只是每天花10至15分鐘 第三 結婚之後都要努力去經營關係 甚至乎要比你結婚之前更加小心 第四 結婚之後都不要完全依賴對方 你要有自己一定的獨立能力 做足這四點 你的婚姻就可以走得更加 平平穩穩 順順利利 今集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和like這條短片 如果有什麼愛情問題 尤其是關於失戀 複合和如何結識異性的話 歡迎透過我的社交平台inbox我 我們下次再聊 Bye